其實這個就可能要看 上面天王級的人的態度怎麼樣 針對這個案子 像是謝蘇 蔡他們三個人 只有蔡英文剛才我們看到 在臉書上面 他用比較模糊的字眼說 對清廉的部分要有所堅持 這言下之一就是覺得 應該就是他反對 讓陳水扁再回到民進黨 就是發言當然是讓清民進黨 讓清陳水扁的人來炮轟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蘇貞昌和謝長廷 他們沒有任何的發言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任何的發言 他們有任何的考量嗎 就是說他們想要把反扁 跟停扁的事情 通通都吃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你剛剛舉到那三個天王 蘇 蔡跟謝 他們對於這個反應 其實是有共同點的 他們在於談到說 阿扁提出申請的這個部分上 他們是說尊重黨現有的程序 然後依照黨的規定來辦理 其實然後尊重他的申請的動作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黨的規定跟黨的程序是什麼 這就有各自的解讀 就像我剛剛上面那個問題 我回答的就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 他到底是主動退黨 或者是黨有沒有違反 這個除名的規定 需不需要開除黨籍 這個是我覺得黨內有一些掙扎 就是有一些角力在運作 那你剛剛講說 蘇跟謝是不是全然的沒有表態 其實也不一定 他們其實都講得非常保守 就是說我們就 反正現在也才剛在跑這個程序 先交由地方黨部審查 審查完再由黨中央來做決定 反正他現在就先看 有點在釋風向球 其實看看社會 或者是黨內的意見 是到底在哪裡 他還保留這個審查權 他還沒有一下把話說死 他就說 就是依照程序跟規定審 那至於規定跟程序要怎麼審 那後面還有得瞧 那就是測測水溫 不過目前這三個天王 蔡英文跟謝長廷 他們都不是當家的 當家的就是蘇貞昌 如果這案子真的一路往上滴滴 到蘇貞昌那邊去 他到底要怎麼處理 其實因為大家在討論扁案的時候 從2008年敗選到現在 其實扁的這個議題 就一直跟著民進黨 包括在談他官司的時候 每次藍營的人士 也會把這個扁案拿出來消費 大家還記得上次2012年 那個有幾個俄羅斯娃娃 就一個跌來跌去 跌來跌去 其實他們就在暗諷說 這個扁案的處理 民進黨不敢勇敢的切割 這是一個 就是其實他們就是被這個扁案 纏身一直到現在 那對於黨要不要正面面對這個扁的問題 其實當年其實可以看到扁 這個逼案爆發的時候 大家黨內的人士多半是切割的 但這幾年發現 其實有些醫療人權的問題 他們讓很多人開始同情阿扁 讓黨內的這種停扁派的聲音變大了 像這一次其實陳唐山立委 他們開始在邀這個連署 只有四個不簽名 其他幾乎全數立委都簽名了 要讓他恢復黨機 那有很多是立委私下跟記者說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贊成 但是停扁聲音 那為什麼要簽 停扁聲音越來越大 他們就被停扁派綁架了 因為其實他們選民 其實大家知道早年有一些電視台 就是會開專位扁開一些節目 然後他們常常會在上面點名說 某某某立委 最近沒有幫阿扁講話 壓力真的大了 對 每天批每天罵 罵到他們必須做出回應 所以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應該去正面面對這個問題說 你對扁的功過 還要扁他執政八年 到底哪些是對 哪些是錯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清楚的定論 才會導致說現在黨內有 這樣子的壓力跟紛爭 讓停扁派的聲音去綁架一些 不敢發聲的立委 這麼ita 對 Basil